我叫吴松 对 82年出生的 属狗 10月份天平座 10月几号 10月16 16 OK 然后今年就40岁了 然后我在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工作 是一个职业的话剧演员 你是个话剧演员 对 我刚从排练场过来 平时穿的比较的休闲 黑色的T恤衫 帽衫运动裤板鞋 然后他们说出了约会 穿成那样太不正经了 然后我就专门 刚才在排练间隙去换了这身衣服 但是这个感觉 不是那么舒服 对 它很板子 我也一样 我平常都是 基本上就是运动服 我也不太习惯我化妆和这个 就是比较正式的样子 然后今天因为上午排练的时候一直在那喊 嗓子有点哑说话比较多 今天排什么 我平时声音不太像这样 你是北京人 对 你住哪 牛街 我知道 一直住那吗 对 从小就住那 然后没换个地儿 没有 就我也算是北京的 然后 那个我比你大两岁 我80的 然后比你大三个月 7月15 对 你是 你刚才说10月16是吧 没记错吧 10月16对 好 我是小时候 因为我父母是知青嘛 然后就是他们去山西插队 然后我是80年生下来之后的 就不到一岁就去太远了 然后90年回来的 就一句山西话没学会 就这么一个状态 我家最开始住德胜门 然后就去住了幼安门 然后去住了和平门 然后现在住在 我父母家大概是在花园桥附近 然后我自己在实力铺那边 东四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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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好嘞 谢谢 那你喜欢何美是 怕跟人聊天的时候 放困 太放松之后太困 没事 没事 那你是学什么专业毕业的 我第一个本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在哪 在哪 在哪个学校 在联合大学 哪个学院 现在叫生物化学工程学院 我是应用文理的 我知道 对 我从联大毕业之后 去了汽车公司 就是公交 公交集团 对 下属长途汽车公司 然后在那做劳资人士 当然这期间也喜欢演戏 就一直业余时间在演戏 后来 30岁的时候 12年 就辞职 然后去电影学院读书了 我就重新读了本科 明白 在电影学院学的是导演的本科 然后又读了一个表演的研究生 然后演二的时候 考进了国家大剧院 等于从一个戏剧爱好者 到一个业余演员 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 再到一个国家的职业演员 能理解 能理解 所以现在生活当中 基本上就是演戏这点事 挺好的 别的也都不太会干 以前刚毕业的时候 就是从联大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还会传电脑呢 IT人才 对 你当时要是往那个方向发展 对 从中关村自己拿单子 然后各种部件回来传 装系统 那时候还是问酒吧 在现在完全不回来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 苹果笔记本电脑 结果打开之后完全不回了 特别能理解 人家说选择大于努力 你看你当年要是选了IT 现在你就是互联网大厂的高管了 没有 我好多第一个本科同学 我觉得现在都是世界500强的HR总监 年薪好几百万那种 特别理解 但是后来同学聚会也没去过 因为跟大家聊的也聊不到一块 大家可能对演员这个职业 有某种偏执的不理解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是他们传递给你的 对 他们总是会问你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 八卦 特别八卦 对 男的演员之间也没有怎么样 导演是不是潜规则 现在还好 自己是演员了 以前学导演的时候 别人就会问 你那个有没有睡虐颜 然后你怎么能上位 然后反正就是媒体上 您能看到那些狗狗写写的事 都是大众 关心的 对 大众餐后甜点 对 其实我觉得话剧演员就是一份工作 就跟普罗大众一样 只不过我们的上班时间跟您不一样 您可能朝九晚五 我们是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您可能晚上困了要睡觉 说我们还带被精神的演出呢 特别理解 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挣的也不多 顶多就算是个白脸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公司白脸 一个月能跟哪儿讲 我觉得可能是 这也许还不如人家拿 我刚才忘了介绍 我就是除了在剧院工作 我业余还是一老师 我在北京服装学院的表演系 算是外拼教师吧 不算教授 就是教表演 对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 就是经常会跟学生说 当演员其实就两条路嘛 一个是你像孩子一般的轻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有皆实去做 就你让咱一想 就是比如说家里都有小孩 或者说亲戚孩子 你看那孩子拿俩小石子 在那台阶上能玩半天 而且孩子不会去跟你说说 这是桥那是河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拿那小车 开出来了 然后马上所有人就跟他达成一个共识 那其实孩子的世界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有时候我特别喜欢小孩 因为来看小孩在那干嘛 我反倒特别不喜欢剧组里的孩子 因为剧组的孩子比较早熟 他在刻意的装成大人的模样 但其实你看他不拍戏的时候 那几个小孩凑在一块玩的时候 他就回归到孩子的那个纯真 做演员也应该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杀有皆事的去做 就是只要你相信了 你就要按照你相信的东西去做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连环杀手 那可能你的内心的邪恶的东西 就要通过你的眼神去呈现 就是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就当演员的魅力就在于 你可以尝试不同人的生活 我就老说那句话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是一loser 就是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 你多努力你的升迁不取决于你的能力 对取决于领导们怎么看你 对吧然后在爱情上也是大家都觉得 哎呀我们情投意合一见钟情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爱情 结婚生子白头偕老 但其实并不那样 可是在演戏上就不一样 就只要您付出了观众给您的那个掌声 和那个喜爱那种回报 会让你满足一切的自尊心和那种虚荣心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觉得明明自己没有那么努力 然后观众却特别百分之二百的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责啊我下回应一定要更努力 它有那么一个过程就让人很满足 就很陶醉于在那个世界里 而且你可以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生吧 你生活当中你不太干的事 你在戏里面都可以干 我的本职工作是广告 就是02年开始工作就一直是个广告人的底层 然后呢后来呢开始做很多跨界的事情 其实包括话剧演员啊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这个方向啊就是影视方向 然后我也会有设计 就是我会有一些资源方面的东西去设计到这块 然后会有些这样的朋友 我是属于那种对各个行业都很新鲜 就是我希望我的后半辈子是属于那种 就是不断的在去碰触新鲜的东西 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可能人活一辈子 然后我会不断的知道更多的东西 而不是在一个旧有的模式里面去不断的重复 就我更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我 您父母现在还在山西吗 不不他们就跟我一样90年回来的 对他们现在都在花园桥那边住 对您刚才说了 理论上来说你的父母现在应该是60多 对我父母都是55年的属羊 OK我爸妈是4748年的 就因为他们要我要特别晚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才比你大两岁 但是我父母的年龄会比你父母年龄大个七八岁的样子 但是我父母到这几年他们对于我的感情的状态 他们不是说放弃了或者怎么样 是他们接受了 他们就会觉得他们接受了 他们尊重我的选择 这个我就特别喜欢 我爸妈现在基本是属于 差不多也是 以前是催着 各种催 现在不是放养 现在是圈养 就是感觉他们把看孙子的那点经理权 用在看我身上了 本来我们不在一起住 他们在郊区房山买了套大房子 然后我在城里小房子住 然后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搬回来了 就是2020年 就春节正好把他们接回城里来过年 然后就疫情了就没走 大家就一直属于一种合租同居的状态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就你的生活完全不属于你了 就他跟小时候跟父母处在一起还不一样 就是以前他们也忙你也忙 然后爸妈妈上班下班 然后儿子回来好好写作业 晚上一起吃饭 周末一起出去玩 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状态 现在不 就是他们虽然有他们的兴趣爱好 但是完全解决不了他们的过剩的精力 和消磨的时间 于是每天就会有不厌其烦的有人催你起床 尽管你昨天晚上告诉他们 今天早别叫我明天别叫我 这流程是这样的 晚上睡之前会问你 明天几点上班 然后你告诉他们了 他们依然会在他们认为那个点把你叫起来 然后让你吃早饭 然后看着你去上班 然后一定会问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然后这个问题你回答了就跟没回答一样 然后他们在中午和下午时候 依然会发微信问你什么回家 晚上回不回吃饭 然后比如说晚上有应酬或者说排练到特别晚 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家里的灯是亮的 你以为他们没睡 但是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睡了 你问为什么要开着灯 给你留个灯 给你留个灯 但是白天你在家的时候你要开灯 他们说白天不要开灯浪费店 可是屋里下午的时候 尤其南北通透的房子一定是光线在下午某一时间是暗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就被控制了 而且我们家那是一部队大院 实际上前几年压力比较大的 就是因为我爸我妈下去溜班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叔叔阿姨都抱了孙子在那溜娃 然后人家一定会问 你们家是在什么时候结婚的 你们家是在什么时候生孩子 你们是抱的孙子还是抱的孙女 然后你比如说带着异性的朋友回家 第二天一定他们会知道 就是会有人告诉他们 昨天你家还要带谁这些回来 是女朋友吧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现在一块住了 你的快递永远不归你 你的快递永远是他们的 因为门口的警卫 无所遁形 会告诉他们 拜拜人家的快递 他们会拿回来 把卖包装给你拆了 石头的干干净净的给你收起来 然后你回来会问 爸妈今天有我快递 你收起来了 收哪了 他们会想不起来 然后你就到时候找 好不容易找到了 你发现那个东西 要不是急用的 要不是不急用的 它总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你坐那你说打开电脑 你写点东西吧 一会吃点这个吧 喝点这个吧 什么时候吃饭 晚上想吃什么 你就总不能清静下来 但是你就觉得父母 这么大算数了 你也不能太顶着他们 多说两句 他们就会不高兴 那天我就找我妈生气 我欠了别人一篇书稿 我要在那写东西 从我起来之后 我妈就一直在跟我说话 然后我打开电脑 她也知道我在忙 她就拿着手机 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 她就会自言自语 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来讲 就是特别想要去跟别人沟通 然后发起这个交流的旗鼓 然后你如果不理她吧 你会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比如我妈会拿着手机说 哎呀这个丰台又出疫情了 你说咱们这什么时候安全 就是你不接话也不对 对你其实她就想让你接 你说啊没事 咱这离丰台远着呢 咱这属于西城 但是你一旦接了这个话匣子就 是的你一旦接了 你就别想再写东西了 懂 你就会觉得在家里没有空间 然后以前老听别的朋友说说 下班不愿意回家 把车停在地库里 在车上待着那边 现在我也体会了 就是哎 我觉得回家就睡觉吧 没有什么可沟通的 就他们也不是不理解 以前是不理解 后来慢慢接受理解了 现在是没完没了的问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不搬回大房子住 然后 因为觉得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因为因为觉得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就是他们跟你住了一段时间 发现你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然后他们决定另外来照顾你 问题是他们也没有给我生活自理的能力 我其实坦白讲我特别怕的 因为就是现在对于女孩来说 我这种人属于妈宝男呀 你不管是爸宝妈宝 你觉得就人家都是 比如说大家排练完一会儿出去吃饭 别人都是媳妇女朋友差子 你在哪喝呢 在哪呢 然后这边一接电话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然后那个早点啊 别喝酒啊 你爸你妈给你打电话 哎呀你真的是觉得人生无望 但是他们吧又像看孩子那样 你觉得其实也挺好 就是有时候你跟外地的朋友 然后一念叨这事吧 大家都觉得你知足吧 对对对 我们这一年也回不去一次 尤其现在疫情非必要不离京 过年回不了家 见不着爸妈可想啊 这要那说你天天守到跟前你还不知足 我觉得人到什么时候岁数 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吧 您需不需要穿上点衣服 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冷吗 这屋温度比较低 还好还好 对我 所以你的情感生活是怎样的 不太顺利吧 我觉得我是属于不太会谈恋爱的那种人 那天我说了一句特实声话 我说我觉得现在我属于功能性缺乏 就是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 约会谈恋爱这是一个必备技能 他与生即来的生物性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丧失了 就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定义呢 就是你不太知道 就怎么跟对方 就比如说我今天见您 其实聊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是怎么聊天 你是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吗 没有没有谈过谈过 那倒是谈过 我谈恋爱比别人晚 我爸我妈就曾经说我 说我就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该好好读书的时候 非得要豁了命的谈恋爱 然后该好好工作的时候 非得要去好好上学 然后该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要拼了命的去工作 就总觉得跟正常人的步调不一致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我觉得你能不能大概给我描述一下 你之前谈恋爱的状态 我上第一个大学的时候 我同专业同学隔壁班的是初恋女友 然后就一起玩一起打工 对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来毕业之后就分了 再后来 混种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 对啊 您看过蜗居吗 看过 就是蜗居里那个 您还记得吗 嗯 就是那个那男主人公站在楼下 然后看自己女朋友跟领导在楼上开房 然后怕灯灭了 然后她走了 跟那一样 嗯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被那个被生活折磨了一下 对 就是人家选择了更好的生活嘛 嗯 然后后来 后来也段段续续教过一些女朋友 比如说有比我大的比我小的 嗯 然后有同龄的 有甚至学生辈的 嗯 差个世界二十岁的都谈过 嗯 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 哈利哈利能力 我从一五年吧 嗯 到现在 嗯 都一直没有 那因为你不想 也不是不想 嗯 就没什么想不想的 就他们好多人都问我 哎 你居院那么多漂亮女演员 你的学生那么多漂亮小姑娘 对吧 嗯 嗯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就为什么呢 那是同事 那是学生 他有一个固有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要练人呢 那你会觉得你 嗯 你缺这块吗 就是或者说 这块就算缺 它不补又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 你是同性恋 哎 你看你女人缘也挺好 然后周围都是女同学 女学上 女性的朋友 嗯 然后但是你也没有谈恋爱 你也没有结婚生孩子 嗯 然后呢 所以你跟男孩好像玩的也都挺好 嗯 然后平时像个中央空调公公秘说的一样 大家 大家对你的猜测 无非就是两种 要么你就是一渣男 要不然你就是一gay 那你就为了证实自己其实是一普通的男人 嗯 所以你就要想要去谈恋爱 但是想要去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恋爱这玩意怎么谈啊 对啊 怎么谈 不知道啊 就 我跟你说 我 我 我想啊 近 15年来的生活 嗯 都是很简单 就是 上班呢就是在 就是排练厅排练 不管是现在的剧院还是过去的剧组 嗯 上班就是排练 白天 然后晚上呢 要么在排练要么在演出 嗯 就是如果休息 现在没戏演 不排练不演出的时候 我也会到剧院去就是剧场去看戏 嗯 它是一个 所谓的就是艺术生活 你专业生活 因为你干这个 你就得在这个这个氛围里面去熏着 嗯 所以你每天琢磨的都是这点事 好像 就没时间去谈别的 嗯 太理解这种状态了 对吧 然后 从某种角度我也是这个状态 就是工作比 所谓的 谈恋爱好玩 嗯嗯嗯嗯 对吧 我们在工作里面付出 你是能看得见结果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感情里面付出 我们未必能 有结果 对 其实我觉得特简单 就比如说我跟您第一次见面 嗯出于礼貌 在我的行为逻辑里 我应该给您带个礼物 然后给您带束花 毕竟是约会嘛 嗯 但是如果咱俩真的在一块之后 我觉得您就可能就会挑 哎你今儿给我带这个什么呀 这是花了多少钱吗 然后可不可心吗 好不好吧 然后这花这个我不喜欢吗 这配色太low了吧 这个呢 我我就其实我不太会应付这样的事 然后比如说 我是觉得吧 就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义 嗯嗯 一见钟情 那个钟的是脸不是情 嗯对 然后嗯 嗯我还比较 我还觉得传统那种 比如大家是个同事 或者说朋友 在一起共事相处当中 发现对方的很多优点的时候 慢慢的熟络才好 但是现在好像生活节奏都特别快 没有人跟你去弄这个去 然后你觉得不错的人 人要不然就有男朋友 然后要不然就是单身 但是养了一堆猫的狗 要把那点爱心都放在猫口上了 好像人家生活当中也不缺你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生活当中也不缺这个 那就算了吧 嗯 就特别奇怪 就是 谢谢 很少呢 来点开水 你碰到过那种让你特别 就是特别动心的人吗 我就有点八卦 对 有啊 肯定有 动心是什么感觉 哎我跟您说特别懂 我是两个极端 就是 就是 同样都是让我心动啊 让我喜欢的姑娘 就有一种呢 是 静而远之 就是 哎一见他我就紧张 不太敢说话 然后 不太敢那个 就是 去招惹他 当然带引号的招惹 明白 嗯 然后你 但是你就老想去看看他 哎 真的没状态 然后有一种呢 就是 觉得特别合拍 就老跟人贫 逗 就变成画牢 或者画特别多 然后没事就 就就就就就 逗咳嗽呢 就特别特别两个极端 然后你要说问我 这两个极端 是不是都喜欢 好像都都喜欢啊 嗯 就只不过一类是让你觉得挺舒服 一类是让你 就静而远之那种 但是你问我更喜欢哪 可能静而远之那种更符合你内心 喜欢那标准 但是你觉得那东西太远了 离你 还不可控 你这个 首先你很正常我跟你讲 就是别别人跟你说什么 这个 就是所有你刚才表达给我的东西 我告诉你都不要信 都不要信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他们眼睛里边的正常 嗯 但是呢 我会觉得我们要过的是自己的生活 是 就是 第一个原则叫怎么舒服怎么来 嗯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吧 嗯 它是 它是看命的 嗯 什么时候是所谓的遇到了爱情 就是 真的是两个人在 同一个时间 然后呢 各自都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嗯 而且呢 是 是这个需求很很很很旺盛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开始真正探讨 哎 这个 就是 我们之间用什么方式去 把这个感情落地呀 或者那你看 就是两个人慢慢往前走 但只要有一个人节奏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嗯 所以你说你那个 没有这个什么 谈恋爱的能力啊 那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 在现在的 这个这个 你的生活状态里边 很显然 就是工作比那个 就是 脚踏实地的工作 就你看不见的工作 比那个虚无缥缘的爱情 更靠谱 嗯 这是第一个 靠谱这些词用的特别 更靠谱 对 你抓得住啊 对吧 是 你说你每天 你刚才跟我形容完的多充实啊 就我要跟别人形容 我一天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我睡特别规律 就睡十二点到五点 起来之后我就工作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 我就准备睡觉 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个神经病啊 就是这个 什么工作强度特别大 我说不 我说是因为我特别知道 我的 我的人生我要什么 啊 然后呢所以呢 我的每一分钟都愿意 去给到 嗯 我要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没有出现一个我要的男人 那我没法给他 对 对吧 就是生活当中好像 没有出现 对 您说的特别 您比如说就是正常 正常的工作日子每一天 比如说我上午会去学校教书 下午会去剧场排练 晚上会去演出 然后周而复始都是这样 可能就是某一阶段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跟父母说不明白 跟周围朋友 然后大家也都不理解 然后你这时候就觉得 哎呀 枕头边上空了一个 这是要有一人 有一个女朋友 或者一媳妇 至少还能跟你聊聊 就另外一个维度上 开导一下你 就那时候你可能觉得 我需要个女人 嗯 但是好像 厨子之上还确实是 因为我这 我以为是我个人 因为我 因为我这人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您看有些人特别特别 特别 愿意在家待着 然后那个不上班 或者歇着 懒着 然后 就休息 包括度假 我不行 我是一超过三天在家歇着 我就心慌 啊 哎 那我们这一类人 都应该都是属于 比较感性那种吧 就是 我特别理性 可能对 我是从感性的这个阶段 已经过渡到特别理性 就跟你说你有两个极端 我有两个极端 但是做广告的人 不应该是思维特别跳跃 对啊 我们具备思维特别跳跃的 那个功能 嗯 但是同时我 我可能是我面对感情的 是超理智 就好比说 那个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但是有一点 我不能接受你的体型 站在一个很尊重对方的角度 我从来不会想去改变别人 但是我会忍不住的想问你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这个 比如说 你的身材会对你有压力 但是如果你反馈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而且甚至可能这是我的一种 就是在职业上的优势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是我在感情面前的一个 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底线 我不能接受的不是 不是外形这个状态 而是健康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您看就是 考虑问题 咱就不一样 就是 对于我来说 碰与瘦 嗯 的标准是在于 我能不能去演那些角色 嗯 就是有一天你为了 这个角色 你会去努力 你会去努力 比如说之前 有导演找我说 哎你给你半年时间瘦下来 我想让你去演一拍 说老片子 嗯 我真的会每天结实运动 怎么瘦了 然后瘦 瘦了 瘦多少 200斤吧 不是瘦了200斤 不是瘦成200斤 瘦成200斤 瘦成200斤 现在多少 现在快300了 OK 然后就是你会 因为对于我们专业上来讲 演员有一个词叫三位一体嘛 就是创作者和创作工具和创作的作品 就是你本身嘛 所以你会为了那个角色那个工作去这样 但是如果突然有演一女的说 哎我喜欢你 但是你就是太胖了 你能不能瘦一下 嗯 好像我也会 但是就不会那么迫切的说 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比如说医生说说哎呀你现在太不健康了 然后那个你你一定要那个减肥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他说的是 但是如果有一天哎 我在舞台上 这个戏要求你这个人 不我在舞台上我觉得有点吃力了累了 那是我的身体的承受有问题了 我会去 我是那么一个人啊 嗯 那我我是觉得如果你爱我 你就爱接受我的全部 所有的 你既然挑了我的体型 怀疑我的健康 那一定就是有残缺有缺陷的 嗯 那可能咱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 对 但绝不会遭到一起去 其实第一个我不是对您的身材 表示出来一种鄙视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 因为这个 我只是基于健康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特别理解您的这个 就是职业需要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先给一个结论就是 就是我们一定会可以成为朋友 但是 在感情面前 嗯 就是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趣的人 但是 但是在在我的爱情线 线这块的话 那么 您肯定不是 那个我能再 在在继续去谈爱情的 明白 对 但是我特别希望您先理解 因为聊天很愉快 嗯 但是这个东西他嗯 就我我我我我得明确一下啊 嗯 然后呢但是我 然后说完这个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在愉快的聊了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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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